真正的佛法在教外变传 这个系统有传承的 那么 佛过后 第一位传法的真正 马哈加学 佛教的教绩现在还在 说到迎来基座山 华俗门那块石头 大家都去拜 我们这里好几位去过的 像雷俗门也去过 都去拜过的 他在哪里 要佛教的记载 他还在华俗门那块石头主动 他奉的命令 佛走后 佛自己走了 要是得把弟子不能走 叫他命令 留神救世 把身体留到 活了这个世界 第一个 当然是他 第二个 佛的公主 他在哪里 留好路正在 第三个 印度当年因为在相出家公佛 真头不踏 对视为公主的经财 都是十八荣派经财 这视为佛的弟子 讲佛教真正道理 他们视为留神做事了 他在这个人世界 还在这个人世界 换句话 处罚他 不重死 人活成了很痛苦的 他复杂一个文化文武的人 说 不能死 说 佛教真正道第一位祖师 在佛的传统呢 在印度传道 二十七位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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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中国南北桥 南北桥 南北桥的时候 跑过来 所以 抢中从达木就是 南北桥的时候开始 刚才下午 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业势 南北桥是第二个战国的时候 这个文化 不是充足拥惠 这个中华门仇的拥惠 少数民主 对人中华门仇以后 争这个正传 所以 当年 我说 朝朝红的 开放了移民政策 把少少门都放进来 所以 西北说 可是呢 朝朝没有注意 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没有扎上 所以 后来有南北桥 两三百年等 所以 历史也叫 五书 六阿华 可是 这些爹家门仇 过来的各种门仇 要托二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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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有 这些爹家门仇都变成中国 封不开了 中华门仇 他们的信仰仇佛教 过去我们在陈海历史上 譬如说 陈世黄的时候 就讲到 佛人 印度过来的佛人 她说 崇拜尊人的 崇拜 推崇崇崇 带拜的 虎头的大 惊人 黄针打的人 为什么 只是佛像 成思黄的时候已经苦了 何必说 不得要是佛教 这些佛人 都是崇拜 惊人 统达的 贴桌的佛像 所以这个狗书永会贯通,因为他们崇拜真人,不像现在人。 不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人在崇拜真权呢,那真是崇拜真人,一切都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南北朝南奥罗·这个I'm not sure,是中国丹女。 因为中国若是开始这一百多年,最重要的发化叫唯母金。 这就是卫政的三选之首,什么三选呢? 我们中国文化,一间、二子、庄子这三种中国的。 中国的这些是苦手的思想,生命苦手的思想,等于就苦手思想中国。 中国人自己在卫政以后起来抗拒这套国民,我们自己有一套,加上省蝎之所。 中国说省蝎单道可以自称人受到产生不守,就是人类文化特别的观念。 一个人受到这些生命,或者说到厂生不是省蝎的单道,加上三选之首。 在南北朝的楼上都不得了,这个文化的争论。 那么释迦牟尼福斯传呢?从周末罗斯,从福州城到周末罗斯过来,都在关东, 统关于西的文化,就看不起关东,看不起统关于东的。 所以我们在南北朝里看到的野蛮人,没有文化。 后来哪个文化?就是墨有灭就是不得了,这个时代。 所以,到了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是文论而接军人。 我们是这样最可怕的,文论而接军人的恒乱。 我们就这样,就是书生拜强盗的恒乱。 当然,现在有人跑过去了。 那个强盗拜书生的,中人皆文论好吧,文论坚到中人二难来了。 梁武帝也是在那儿在那儿。 他修文很好,他要三选这首都懂。 所以真正提倡若家,他认为中国文化,自己本来就有罢车,他不管, 中用,世俗的中用,那个时候没有讲世俗,世俗宋朝以后的。 他特别自己做皇帝,又去把身体布施在庙子上。 他自己把身体供养和活呢,就在大庙子。 哪个时候把庙子连着吗?一个庙子,又骑满一千两千户让出家里。 为什么故事车占那么多,你知道吗? 就等于说,别说话了。 中国财政收入,明年在中国中间卖斗铁。 难怪要非常,一直到宋朝,争费不够,出卖就活了。 中国财政收入,那王冯军出家,却很费。 其实有个争纪来月去过了,大家也面对面对中国争纪。 那么老婆生有些人愿意出家了,买这一家都得,出了家以后什么呢? 不讲事儿,也不是那时候劳动收入了。 财劳打也不周冷了,比出货还厉害。 所以活人特别走,你知道吗? 那这得特殊什么呢? 这个头一提高,中国人都露头发露墙的。 所以买度别,度别就是,就活上个笼盆。 你要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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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要在中国的社会上、政绩上、政治上很大, 可以打到个外行。 所以你看到南非朝当长寿之街,出卖度别是最大的财产收入啊。 好奇怪的是。 而且买了旧的以后,等于社会人发了财, 等他财,等输赵留到外国去了。 他比你留到外国还厉害。 赛亚就出家了,不忘了。 而且出家以后,就叫皇帝不要会败的。 这是这样的。你再挨一下就可以了。 他比你、将一个生存了。 这个,我也不讲道。历史战争出来。 你们所有的都不够活还,那也得出来,我们回出来讲俗法。 刚才讲道梁五哥,他自己出来,同样招作。 他们就是过来的,就是那种产生的开始 但是他们就是来着为这个南北朝 我们刚才提到中国文化,什么灯光壁画、雁光书科 这些是什么能干的 都是无所乱华的人干的 都是不畏的 北方的,南方的梁武队他们是帽子 修正书教英雄 也是这么不及皇后一杯 尤其是险西,险西等山西一带 那个子兴旺 而这些背后的皇帝的什么 都是皇太后的 背后的萧太后 都是女腰带,女皇帝当家的 东西在这里有很多的佛像庙 是中国文化、牟墙师、大学的人 都是女人保留的 我们男人好像毫无出息 都要在文化,都是萧太后 中文就举大家太后干了 你看,通访大将 大将收花了这些听命 搞好 中文好奇怪的故事 而这个时候呢 西方文化 就是形成了 罗马教徒 特地叫 静悟黑暗时期 所以跟西方两个比较 西方文化 八九五百年、七八年的 特地叫的 西方人那个文化是叫 黑暗时期 是我们的产生文化 黑暗和炸的事情 正好有个对比 所以中文化 大家看到 哎呀,闷一声 这些,对不起啦 你们这些还会从什么 做那个皮毛一个种的文化 中国自己的毛皮都不懂 很可怜 嘿嘿 对不起,我们要算客户骂人了 哟,叫我腾起了 好吧 这个 那么达木祖师后来产生 那 这达木祖师以前要没有产生呢 要叫外别转 达木祖师的头子已经来了 他师兄,师兄弟的头子 他师兄弟的头子 就达木祖师来传了小程的疏慈的功夫了 那在她以前呢 密宗的时候一定要打造修行,很快怎么全部都到了法蒙尤了 那么我们要念这儿 史詹姆尼佛一辈子讲真实法 他传我们修词的功夫后世说,这个派闹了什么还有密宗,密宗还要红教,红教以后,不要挖教,挖教以后,不挖教,挖教以后,以后我王教 我都学乎的告诉你,不大学乎我都是上师,不许不习惯讲这个东西 然后跟你们讲太复杂了,就是不厚了,这话呀,都是禅力都跌出来 那么名字叫释迦摩尼弗,所有的征则,他一生教了大家修持的什么法门? 你从小城,从四阿海开始,只有两个法门,叫二,甘如门,一个是阿尔波夫系法,一个人是百国关,不仅是百国关 他的弟子们学生成就,几生成就,正在阿尔海得到爆发,加学生在打架 都是做这两个路线,后来的什么秘军,什么各种收器,收卖各种花样 实际上是这两个方法把它靠向虚拙的外衣 那么要注意了,讲到阿尔波夫系法的手法 我们带到的有些同学,出乎硬度,出乎小情的,那里花钱到外面乱跑,因为他们有钱 不让他去跑,这个钱花不了,就他要醉过了,就他们乱滑了 那里花钱到外面乱跑,做公带去,搞了半天,也不少人们不知道对着 真正的阿尔波夫什么,佛书法都百国关 这在这儿,记得这儿,第一个,史上马尼佛当时传的佛书法很简单 强势的没有,不是他没有讲的,史上马尼佛教得很仔细 和后世小城的宗教得很简单 这叫《思念法语》就是《阿尔波罗》 我带我们的白语,入习气阵来,出去,呼吸,这叫《阿尔波罗》 为什么要用这个法蒙手呢?因为我们能够到这个世界了,就是一口气 这个气出去了,呼吸出去了,有个鼻子不吸回来,就死掉了 假如把吸回来,装裂身体,呼不出去也死掉 所以所问对着呢,生命是怎么样? 这儿,呼吸出去了,也是有声明很短暂 几十年一醒之间,呼吸出去了,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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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所以生命在呼吸出去了,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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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地在呼吸裡頭活蹈 那麼我們在臉海裡頭的時候 自己不會呼吸靠期待待到母親 在呼吸不是自己這個頭在呼吸 是母親的呼吸影響到期待這個關鍵 另外一個呼吸者是母子戀身 這個叫呼吸法,這個念念 那麼呼吸法是說什麼呢? 所以呼吸法的神法都是科學的,醫學的 呼吸法是唯有法嗎? 呼吸法是風大 風大就是大自然的空氣,就叫風大 風大,呼吸法是大自然的空氣 我們睡覺的時候的電能,能量 你們睡覺很多問題啊 什麼無理說的磁牆啊,能量啊,超能量啊,量子啊,很多問題 就是個風大就是個風大的地方 在呼吸裡的所謂風大 不要風大風,就是氣態風大的風 就是個能,生能能,呼吸法 好,我們知道道士在 心情、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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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